暗协商陷入僵局 敏感时刻 大陆29号晚上 发射长征3号火箭 飞越台湾上空 国防部却不向上回 发布国家警报 这回静悄悄 大陆还怒呛 海峡中线早就不存在 两岸关系该怎么办 不存在有的话 那将来雷雨是没有缓冲余地 我方坚持 大陆渔船是自撞翻覆 但陆方指控是我方海巡冲撞渔船 就算没有录影存证 但国防部有雷达航机图 到底谁撞谁难道看不出来 雷达航机图它能不能还原事情的经过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专家炮轰 包括航机图在内的两大关键证据 政府至今没有公布 这种征收雷达来讲的话 它都有轨迹图 是电脑留下来的 海军图也不公布出来 就是通话的记录 你怎么去跟对方的船做沟通 我们这边下达一个什么样命令 给那些海巡组的艇 为什么不把原来的原始的 轨迹图拿出来给大家看 你为什么不把录影拿出来 他一定看到自己看起来自己是理愧 他怎么敢公布呢 国台办怒哄管碧林冷血车谎 面对记者追问 管碧林面带微笑这么回应 国台办说你极为冷血 你看看我的体温 你看看我的体温 直接伸手抚摸记者的脸 还拍了拍两下 气氛超诡异 翻船按至今 蔡政府坚持不道歉不就责 蓝军怒哄难道是赌对案 不敢开打才如此强硬 今天早上就有一个消息 我们宜兰舰 三千吨吉兰金要掉到金门前去吗 就你知道在海峡中间的兵 就被人家挡下来 人家派一艘四千吨的直接挡住 民党如果真的像你们所说的这么硬 那就不啰嗦 管碧林亲自带领整个海巡 就去跟大陆拼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 你也没有这个胆量 那抱歉 讲话就不用这么大声 下周一内政赵伟高兴素没要求 相关单位做转案报告 渔船反复争议怎么落幕 短期内恐怕还看不到结局 记者张又茨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